美联储主席叶伦说 为了促进就业状况的进一步改善 并推动通胀率的回升 维持低利率是恰当的举措 这一判断反映了这样的事实 那就是通货膨胀仍然远远低于委员会的2%的目标 而且就业状况仍有持续改进的空间 虽然低利率经常会刺激通胀率上升 但是经济学家担心 美联储一旦提高利率 可能会造成物价上升并减缓经济增长势头 美联储的努力目标 应该是实现全面就业和稳定物价